但是不可低估 赖清德的战斗意志 搞不好视线跟所谓的复义 赖清德都不要的时候 那请问民进党的下影图 那是什么 这才是观察528的重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再战528果然被我料中了 卓龙泰 在5月25号去桃园龟山视察的时候 就是突然的讲 就突然的讲 针对这五项法案 他就突然的讲 他是说这个法案 如果通过的话 他要采取复议 复议兼四线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难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到 再战528 民进党五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必然是号召群众 再度聚集在意识堂外 进行围城攻击 就是对国民两党的立委进行施压 那第二个 民进党再度号召 就我所知 他们再度号召 群众从中午以后进行集结 一路到晚上到最高点 晚上 韩国瑜如果要挑灯夜战的话 他们也奉陪道具 就是显然 他们认为如果真的删毒的话 这个时候民进党要表示他的立场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 对于这一次五个法案的通过 他们认为这个是配合中国大陆的扩权运动 这种扩权将使台湾变成香港化 他们的理论就是这样 第三个 那第四个 最好的方式 他们一方面释出讯息 这些讯息是什么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已经接近了临界点 双方支持群众都接近了 临界点 我们打仗 我们要准备打架了 我们是不是能够缓和一下 不要打了 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 然后纵乱二组通过 我们是不是说暂时搁置 现在民进党一方面拒绝行众 一方面用缓兵之计 再一方面他用拖刀计 那我建议 国民党跟民众党不必接受 民进党是走投无路 他才来跟你沟通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 不必要中他的缓兵之计 拖刀之计 或者是拖延战 就是直接了当 就让他删毒通过 你就看他怎么视线 怎么复议 先是复议 后是视线 复议大概那也过不了 复议绝对过不了 只是说说 真正的重点是在视线 好 那第四个 你就法案的很多的源头 事实上 这些法案 过去是你民进党 一再主张 一再坚持 然后撰稿人那是谁 撰稿人就是黄国昌 为什么民进党 这是骂黄国昌 骂的那么凶 原来你是窝里反 你来卧底的 可是这个法案 是在2012年的时候 黄国昌邦他们写的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的奥妙了吧 这第四个 第五个 到了最后 民进党他不习一证 当然这是最坏的状况 就是发动群众冲场 但是美国已经给他警告 这个我已经讲过 我就不多讲 我们就这五项 可以说你民进党 现在就是困守孤城 他需要外围的社会团体的力量 来反制国民党家民众党 但是因为他给美国已经有了承诺 那这种反制变成了软趴趴 如果按照过去的话 十万人以上民进党一定冲场 民进党一定冲场 但是这一次他为什么安安静静 沉沉默默的 就是抗日 不是抗议 一夜游 就是一个晚上 就是抗议 只抗议一个晚上 想当年我们在街头上 大概都是三四天 都是三四天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还会在附近的饭店 去租一个房间 为什么租一个房间 第一个你要梳洗 第二个 第二个 你需要临时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你千万不能在群众堆里面休息 会被别人看不起 那你第三个 梳洗完了 好比说吃点东西喝一点水 在那边休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然后出去再站 因为就义士堂旁边 至少那有四五家饭店 至少有四五家饭店 意思那你了解吗 十五家饭店 你可以 在那边把你三餐的问题解决 好 审理需要的问题解决 就是 还有 休息的时间解决 那这些我们可以说 现在的民进党 他为什么他要号召这些人 原因非常简单 他也知道挡不过 他也知道挡不住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民进党的气势 从这次选举以后完全消锋 现在几个主张站的 大概就是赖清德 因为他不希望他上台就被在野党 你打了两个耳光 所以赖清德的主战 就我所知包含民进党的党团 你柯建民的重要性慢慢下降 反而是无事要秉承赖清德的意思 要搞到底凭借柯建民对于政治生态 那么了解 我就不相信他要主战到 柯建民不是这种个性的人 他不会主战到底的 他是适时退让一步 获取缓冲的空间 但是柯建民现在也被绑在战车上 奔向不可知的目的地 原因就是在于上面主战 上面主战 他有组合的想法 各位晓不晓得 原先柯建民想要主战的目的 那是什么 把韩国瑜干掉 他自己上来 如果当时赖清德授权他 去跟民众党合作 搞不好 他今天就坐韩国瑜的位置 他一直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因为他个人形象太差 又加上过去很多的案件 他就是因为形象不好 所以上不去 那这一次 如果他能够立的大功 他可以上去 所以柯建民也知道 在赖清德时代 他是最后一场战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民进党内部自己的步调 自己的步调都不一致 这个是过去很少见的 那其次这些群众 根本不是民进党党团 把他号召过来 是赖清德 是赖清德要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说 民进党党团一旦失守的话 而十万群众也发挥不了效应的话 佐隆太只能够做最后的打算 那最后的打算 就是复义兼四线 只能够这样子做 一切等四线出来 那个时候再战 但是不可低估 赖清德的战斗意志 搞不好四线 跟所谓的复义 赖清德都不要的时候 那请问民进党的下一步 那是什么 这才是观察528的重点